位於沙田區中部的火炭 一直都是沙田其中一個多元住宅區 而九套山更加是沙田的半山豪宅地段 吸引不少追求優質生活的中產富戶進駐 其實80年代的時候 火炭仍然以工廠為主 不過後來製造業日漸適微 雙下開始成為主流 而雙住模式下 也帶動鄰近住宅不斷發展 好像80年代的銀禧花園 90年代的晉景園 和千禧年後落城的御龍山 都是圍繞著火炭站而建成 普遍都是屬於中低密度的屋苑 區內不少屋苑都可以享受到沙田馬場的景觀 而且為了增加區內住戶人數 不少屋苑的開織都相當多元化 吸引不同家庭進駐 而旁邊的九套山 更加是區內獨領風騷的豪宅地段 由於政府規劃作低密度發展 連同後來發展的新九套地段 融入大量優雅現代的建築 為九套山豪宅群添上一筆時代感 而且九套山頂的屋苑 可以俯陷整個沙田區的美景 馬場、城門河附近一帶都全部盡收眼底 隔離淪捨隨時可能會是成中名人 近年火炭工業區吸引不少藝術家進駐設立工作室 大大小小不同的展覽經常舉行 亦都令到火炭的藝術氣息日漸濃厚 生活方面,火炭早已形成了一個自給自足的生活網絡 火炭站附近的進景廣場和銀禧匯 已經能夠滿足居民基本日常需要 如果喜歡自然風貌的,這裡附近環境清幽 而且旁邊的彭福公園擁有大量綠化帶 無論兩口子散步還是一家人在野餐遊玩都相當適宜 彭福公園還有寵物區域 方便不少養寵物的住戶帶無孩一起散心 加上火炭靠近港鐵站 附近居民前往火炭站都大約只需要5至10分鐘左右 前往沙田也只需要幾分鐘,非常方便 近年香港人開始沉迷一些優質的居住地 有見及此,不少發展商也都開始在火炭 規劃和興建新型屋苑 隨著越來越多的優質屋苑落城 配套也都不斷提升 加上天然優美景觀 追求生活質素的你,火炭自然不容錯過 今集介紹是這麼多 想知多些,就記得聯絡美聯物業吧 分享 милли Vielen的 Est hug 我們是在火炭之中 或者使用冠貨砍 我們是在火炭之中